有一名男子在外出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 出于怜悯,他将猫头鹰送到了当地的动物救助诊所 想要拯救这只可怜的猫头鹰 在治疗期间,这名男子与猫头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不过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可不要小看猫头鹰的报恩行为 这天,一位名叫道格的男子和往常一样出门锻炼身体 因为他家处于城市的边缘,附近有茂密的森林 优质的空气质量使他非常喜欢去山上跑步 可就在他刚到山脚下时 他就发现了一只手上的猫头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道格立即上前查看,他发现这只猫头鹰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生命垂危 为了拯救猫头鹰的生命,道格马上打给了附近的动物救助诊所 说明了情况,并将猫头鹰送了过去 这是一家位于密西西比州的动物救援诊所 医务人员收留了这只猫头鹰,并给他做了伤口评估 检查完伤口,医护人员发现这只猫头鹰的伤势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他们推测,这只猫头鹰可能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在撞击中伤到了他的脑部 同时,他还有一些感染,这也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他们对猫头鹰顽强的生命感到震惊 但严重的伤势也让大家紧张万分 动物救助诊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米西的女子 出于多年的救助经验 她明白必须马上对猫头鹰展开治疗 不然她有极大的可能失去生命 于是,她将救助猫头鹰的任务分配给了最信任、最有经验的医生 不过,虽然这只猫头鹰还活着 但考虑到它的创伤程度 米西和道格都认为它会去世 没有十足的信心能使猫头鹰存活下来 但这种担心并没有阻止医务人员竭尽全力去救助这只猫头鹰 他们当即对猫头鹰进行了手术 在手术过程中,每个人都注入了120%的专注力 他们明白,一个微小的事物都有可能影响到猫头鹰的生命 清理身体 缝合伤口 上药 医务人员凭借精湛的技术与丰富的经验 手术顺利完成 猫头鹰保住了生命 这也让所有人悬着的心稍稍地放下了一点 虽然手术顺利完成了 但后续的治疗工作更是异常艰苦 因为动物并不像人类一样 可以表达自己的痛苦 人类和动物之间有着不相通的语言 这也意味着 医务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的细心与耐心去观察它 由于猫头鹰的伤势十分严重 所以它的恢复过程非常的缓慢 这次受伤让它失去了一磅的重量 这大约是它总体重的五分之一 但随着医务人员细心的呵护与治疗 猫头鹰的身体开始慢慢恢复 一些美好的事情也接踵而来 由于道格一直惦记着这只猫头鹰 所以它有空时就会前来探望 而随着猫头鹰的身体开始康复 它与道格之间似乎也建立了真正的联系 它好像十分清楚道格是来帮助它的 它越来越敞开心扉 米西说猫头鹰对道格的信任 在它的行为和肢体语言中显而易见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只猫头鹰会对人产生这样的情感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米西和道格都意识到猫头鹰已经渐渐恢复 它们非常开心 米西形容这段经历令人难以置信 他说当时猫头鹰被送过来的时候 大家都被他的伤势惊呆了 我们没有想到他能够恢复得如此之好 他还表示猫头鹰与道格之间亲密的互动 他只在电视上见过 我想每个人都很庆幸他能与道格相遇 而道格之所以能与猫头鹰产生令人难以理解的情感 还要从他自身的经历说起 道格有一个绰号叫做猫禽低语者 因为他长期与大型鸟类如猫头鹰、绞肖等一起工作 大型食肉鸟类通常很难照顾 因为它们经常会做出不友好的行为 想象一下如果你试图帮助一只动物 给予它精心的照顾 而它却用抓伤你、咬你、攻击你来作为回报 想必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 那么照顾这类鸟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群 这种人有着充足的耐心和包容心 用仁慈和无私去关爱这些容易发脾气的鸟类 而道格就是这样一个人 道格的能力广受赞誉 以至于他被任命为诊所的第二负责人 他和米西一起帮助猫头鹰完全康复 因为在工作中看到了道格令人肯定的能力 米西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从来没有见过像道格这样 有能力与猛情互动的人 在道格的帮助下 猫头鹰也慢慢恢复了自己的捕食能力 起初他只能吃道格手中的食物 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他重新学会了如何自己拿食物 这对一只与死神赛过跑的猫头鹰来说 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道格明白 要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完全使这只猫头鹰康复 那就需要更多的工作 于是他开始了更加细致的照料 猫头鹰康复之路上 另一个重要里程碑 是当他能够再次独自站起来的时候 在这个基准上很明显猫头鹰有望完全康复 看到猫头鹰的病情稳定了 于是道格决定去探望密歇根州的家人 他将照顾猫头鹰的重任交给了米西 并承诺自己会尽快回来 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自从道格走后 猫头鹰的精神就下降了 恢复速度也慢了许多 他的情绪变得十分烦躁 甚至对诊所里的医务人员产生了敌意 发现猫头鹰性情的变化 米西意识到这与道格的离开有关 得知这个情况后 道格马上回到了诊所 当猫头鹰看到道格后 他的反应令所有人十分震惊与感动 原来当道格把猫头鹰从笼子里抱出来后 猫头鹰在他的手臂上蹦来蹦去 好像在跳一段欢快的舞蹈 这是十分不符合猫头鹰性格的动作 所有人都大为震惊 而猫头鹰接下来的举动 更是令所有人热泪盈眶 只见他走向道格的胸膛 把小脑袋把小脑袋轻轻地靠了上去 并张开翅膀拥抱他 好像在诉说着对道格的想念 几个月后猫头鹰完全康复 这也意味着是时候让他重回大自然了 于是怀着不舍之情 道格和义务人员将他带回了被发现的地方 准备告别 但令他们惊讶的是 当猫头鹰从笼子里出来后 他并没有像其他猫头鹰一样立即飞走 相反 他在他们上方盘旋 还时不时地回望他们 那时所有人都意识到了 猫头鹰不想离开 而他对离开的犹豫 也向道格证明了 他和猫头鹰之间建立了真正的联系 这将是他永远坚持的东西 国外一位著名的兽医作者曾说过 如果有一个灵魂 意味着可以感知爱 忠诚和感恩 那么动物会强过很多人 万物皆有灵 就连猫头鹰这样的猛情 都有感恩之心 作为高级动物的我们 更应该学会感恩 懂得向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